95流量花赵露丝压轴亮相澳门酒店的开业仪式 工作室早早就发布了赵露丝活动精修照片 照片中的赵露丝一改往日可爱甜美的风格 走起了性感美艳的路线 烟熏装 紧身裙 又醇又郁 让人眼前一亮 精修图屁得有多高级 现场生图就有多雷人 在离开美颜滤镜和特定的拍摄角度后 赵露丝的现场生图又土又胖 妆容打扮都很显脏 脸部又肿又胖 给人一种打完针还没有完全消肿的感觉 与精修图里呈现出的高级美艳风格简直天差地别 虽然大胆尝试新的风格是件好事 但赵露丝是真的很不适合烟熏装 其他女明星的烟熏装都是大气美艳 到了赵露丝这里就成了鬼迷日演的精神小妹 在现场生图中 赵露丝身着肉粉色果胸上衣搭配银色短裙 脚踩恨天高 化着千玺烟熏装惊喜亮相活动现场 延价感十足的衣服和不适合的烟熏造型 让众多网友纷纷直呼瞅出天际 怎么看怎么像精神小妹 赵露丝肉眼可见的长胖了许多 身材风鱼圆润脸上肉感明显 下颌线模糊不清 秀气小巧的五官在发福肿胀的脸上显得毫无存在感 整个人都呈现出一种头重脚筋的笨重感 上半身露出肩膀 下半身提腰线又露小腿 刻意地展示身材的穿搭思路 却更加突出赵露丝五五分的身材比例了 反而显得整个人又矮又吐气 在这种情况下 赵露丝还尝试了脚踝处有带子的高跟鞋 这样非但不会营造出大长腿的逆天比例 反而还在视觉上显得腿又短又粗 虽然赵露丝总是被调侃是内娱普女 但实际上她长得比普通人好看很多 走可爱路线也能吸引很多忠实粉丝的关注 颜值高和身材好 即便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 也仍然有很多女明星不能兼得 但颜值和身材她们起码还有一项是能拿得出手的 在颜值和身材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赵露丝团队不仅没有扬长臂短 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 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赵露丝的颜值争议还不够大吗 除了装容造型全面翻车以外 赵露丝的仪态气质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赵露丝走路的时候有点外巴 弯腰驼背 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 颇有几分老大妈逛菜市场的既视感 之前还总是刷到赵露丝的对镜自拍照片 又美又瘦 肌肉线条非常好看 但活动生途中 他的胳膊和背完全看不到一点健身的痕迹 脸部又肿又大 真的是生徒精修判若两人 赵露丝可能意识到自己有点螺圈腿 所以在拍照的时候还刻意交叉腿来掩盖腿型问题 但交叉腿并不会优化腿型问题 反而让他看起来畏畏缩缩 小家子气十足 肢体一态都不够舒展大方 让本就拉胯的妆容造型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之前就有网友指出 赵露丝在公共场合插腿站立很不美观 感觉小家子气十足 在曾黎旁边的时候 赵露丝不仅交叉腿站立 而且还一直把弄高跟鞋 与旁边优雅大方的曾黎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即便是赵露丝的忠实铁粉 在看到这鬼迷日眼的烟熏装后都忍不住流言吐槽 删掉行不行 第二张拍的啥 在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质疑声中 GQ总监刘冲在社交平台分享和赵露丝的合影照片 特意说明是圆图 合影中的赵露丝四肢纤细 身材苗条匀称 看起来清爽了不少 但油腻的表情和不适合的烟熏装 还是一样的让人难以直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待在内鱼甜妹的舒适圈里就挺好的 每一次大胆尝试都是对修图师的巨大考验 毕竟理想和现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